各股的追角 可是现在来讲 它是整户的维持率 所以你可能有昂宝美食 但是你可能有其他股票 去摊你的维持率 所以你整户不见得 会有流动性的风险 可是各股来讲的话 最近几天有两张股票 成名店 你看3013成名店就好 我集中在这一个月 各位看这一个月 集中在这个融资 各位发现那一天 最高那一天 留下一根上一线 那一根几乎是涨停板 等于说开盘的时候 往上拉快要涨停板 当天差一档跌停板 当天来回驾驾 差接近14% 差接近两根 隔天又跌停 21% 今天又跌停 所以当天的股价 上冲下写就不正常了 两支 就是两支停板 几乎涨停到几乎跌停 隔天又 那你到今天又跌停 基本上已经面临了 融资追角压力了 上一线就涨上去 把它卖下来 涨停板跌停板就14%了 所以宇哥 您的字卡当中 我要个结论 月融资已经增加了 股价也已经跌了 手上如果还有持股的 怎么办 我是希望这种弱势股票 我们刚刚讲的 资争价敌就是弱势 弱势股就不要去摊平它 你要有钱 你可以到别的股票去 因为毕竟是整户维持率 这个是我在操作上的建议 但是操作是一个人性 一般人都是选择说跌我买下去之后呢 它总有一天会反弹 可是我们刚刚看了很多例子 它到现在没有反弹 所以这是目前投资人一定要注意的地方 其实股票里面来讲 危机跟转机是在一线之间 然后呢 在服务跟货之中 它是一面之间 其实我们在今天里面一直在讲 丙种的资金跟融资断头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在市场上面来讲 已经二十几年 我很了解 当一档个股 或是一个所谓的万件齐发的 融资断头追缴令出现的时候呢 三日内 它很容易见到轻浮额 负瓜里太大的大反弹 它很容易这样 那为什么是这样 它跟游戏规则有关系 就你融资维持率不足120% 那很多观众朋友一定问我说 那很难算对不对 你用最简单的 你买进价格 只剩下你买进价格的72% 它就是你要融资追缴 然后我券商就会给你一张通知 请你来补缴融资维持率 你不补缴对不对 或是你这补缴完之后 你两日内又 融资维持率又掉到了120%以下 很抱歉 我就直接砍了 那砍完之后 是不是大老师老师 你还留着的人 就如同刚刚赵宇讲的 你的整户的维持率是够的 你是有钱人一直保 他就不会再给你轻浮 所以他在整个三天之中 整个我刚才为什么说 俘获相信说 你三天中一清完之后 很容易产生 复乖离之中的大反弹 瞬间的反弹 其实讲那么多 不管是在电饼 饼种或者是 其他的管道融资 我只想奉劝 各位投资朋友 这其实是老话重谈 也就是说什么 比较过度的扩张 自己的信用 信用交易 对 维泰这个结论真好 我看汉伟一直蒙点头 他可能也要讲 你有心中什么的建议 我们先进广告好不好 他讲的重点是在台北股市 你还记不记得台股分 再来一下 台股的分 今天尾盘这么拉 是收小红两点 我们昨天在报告 那个欧台期 也就是台北股市当中的期货 台子期期货商品 还有包括了台湾 不是有期货选择权吗 现在都可以在欧洲市场交易 交易的时间刚刚好 是我们收完盘之后 请看我们下午1点45分 收完盘之后 他们欧洲市场 我们的台子期 期货商品 跟选择权在那边可以交易了 下午2点45分 到隔天的凌晨3点 可以交易 我昨天在报欧台期 你还记得吗 欧台期昨天是小红 再半就是跌很少 果然今天台北股市 是不是跌幅收敛 还拉尾盘 想不想知道 今天台股拉尾盘的2点 那已经在动的欧台期 现在预告 明天的台北股市 会是怎么样 回来之后说明白 今天有一件大的事 台积电 台积电发出了这么多 777亿的股息 外资拿了快要600亿油 外资拿了钱之后 有没有买台积电 梦想的驱动力 Super CR-V 本月入主 吉祥高额零利率 再享五年延长保固 BENQ F5 4G LTE手机 1300万画素 四倍高感光 微光中拍照 暗处照样精彩 BENQ F5也是悠悠卡 内建NFC功能 搭车 购物 悠悠生活好便利 BENQ F5 T3 悠悠上市 只要零元 亚太电信 阿翔 这拿去驾 阿爸常说 事业经营 一定要有好朋友 好信用 幸好有阳性银行 家业才能世代传承 财富才能逐步累积 Sunny Bank 阳性银行 您现在收看的是 前线百分百 谁拥有欧洲NCAP撞击测试 五颗星最高安全评价 Skoda Rapid 同期最佳欧洲造车工艺 Skoda Rapid 挑战欧洲进口房车最低价 原价92万8 震撼车弹价79万9 只有一百台秒杀到数中 Skoda Simply Clever 我有最棒的团队把关细节 有他一点投币蟹也看不到 新装海伦仙度斯 深入去蟹 小投币蟹也逃不掉 去蟹实力派海伦仙度斯 TNG 用料最实在 蟹桃第一站 中丸葡萄 海酒花雕鸡面 麻油鸡面 整首整礼拜 好兄弟一定欢迎 等大家都有副意哦 O-SIM小天后 按摩沙发 3D魔力球 强劲 精准 深层舒压更给力 三重品味一次满足 O-SIM小天后 O-SIM 限定色新上市 复兴节优惠中 进化掌握在我 Accord进口新登场 入主独享 五年无限里程 全车延长保固 您现在收看的是 前线百分百 哇 用料最实在 蟹桃第一站 中丸葡萄 海酒花雕鸡面 麻油鸡面 整首整礼拜 好兄弟一定欢迎 等大家都有副意哦 细向头皮蟹很难去除 除非从根源做起 海伦仙度斯 改善头皮状态 从根源去蟹 小头皮蟹也逃不掉 挑战无懈可及 去蟹实力派 海伦仙度斯 宝桥 用料最实在 蟹桃第一站 中丸葡萄 海酒花雕鸡面 麻油鸡面 贵手贵手 传来拜 好兄弟一定欢迎 等大家 都有副意哦 梦想的驱动力 Super CR-V 本月入主 吉祥高额零利率 再享五年延长保固 台北股市一点半就收盘了哦 我们的期货下午1点45分收盘 但是欧台期几点开盘 2点45分就开盘了 对 所以现在欧台期已经开盘了 然后先记一下哦 重要的数字 台北股市现货部分今天涨多少点 看分 涨2点 今天的台指期涨多少点 台指期是8月份合约 涨1点 好了 那欧台期 它的报价跟期货 台指期市场的价格是一样的 我们来看它今天 现在涨多少点 Close哦 哇好重要哦 涨12点 莫菲 它在预告 明天会涨幅 慢慢逐渐拉大 盘慢慢走稳了 是这样吗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期货的讯号 台指期的进口数 昨天呢 出现了空单 1万7000多口 把大家吓到了 外质又大卖 今天空单大大减少 减了7900多口的空单 空单大减 但是逆甲差 还是一样这么大的逆甲差 所以盘有没有机会 渐渐的走稳呢 其实我不知道 但是那个选择权 今天的看涨买买权 看跌买卖权都在减少 因为呢 周选择权今天进行结算 所以麻烦您要看总量 看跌的买卖权的总口数 23万口以上 大过看涨的买卖权 15万口 所以我才会预告嘛 外资 由大卖 转买 小买 すりません 外资接下来买 也不会太多 以上的讯号 偏偏刚刚又看到了 今天借券金额是比较大嘛 所以汉伟你怎么看 欧台期涨12点 当然我们先就整个 外资今天筹码面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我们原本比较担心的是说 今天大跌的过程里面 外资如果继续加空的话 那行情就是一卸千里不会停的 那我们今天看到说 外资最少在指数指纹的过程里面 把空单做一些回补的动作 但也就代表说 以目前整个大盘的一个格局来看的话 你说它会走一个回升行情 但机会是比较低一点的 但能不能在这边做一个打底的动作 我认为说是有可能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外资除了所谓的期货空单补了以外 选择性的空单也开始 在做一个回补的一个动作 现货市场的部分 开始做一个小买的一个格局 代表说短线上集叠过后 外资看起来没有看得 那么样的一个悲观 我想起来 刚刚我们看到 欧台期涨12点吗 你觉得很大吗 麻烦上个K好不好 涨归涨 结果是个黑K 昨天是留了一个 向下的空方缺口 如果今天它力道很强的话 它应该涨很大 结果并没有 所以其实欧台期 现在正在走的欧台期 也在预告着 现在盘金黄未定 先把步调走稳是不是 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讲欧台期的功能是什么 它是提供盘后避险的一个管道 也代表说今天盘中 没有反应的利多跟利空的消息 会在盘后的欧台期 做一个反应 那你可以看到刚刚提到了 外资竟然开始 做一个空单回补 所以下午的欧台期开盘 它反应就是说 外资的空单的一个压力 开始减少了 明天是有机会做一个反弹的一个动作 但是欧台期交易时间 是从2点45分交易到凌晨的一个试点 也会代表说 如果今天往上美股的部分的话 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反弹的话 也许欧台期收盘 还是会有一些压力存在的 但整体上来看 我们可以看一下 大家对于欧台期这个商品 是比较陌生一点的 所以我认为说 既然其交所推了这样的一个商品 代表说它一定会有现阶段 它有一个实质的功能的存在 这是其交所的良意了 因为国际变数实在是太大 美国股市昨天又是一个一涨一跌 美股普遍是有点压力 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 其交所推这个商品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大家以往在所谓的一个盘后 看到美股大跌 或者说下午你看到法说会有利多 你没办法做任何的动作 那欧台期推出来之后 让盘后有一个交易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可以把 目前现阶段有的一个期货商品 做一个比较 你可以看到台子期 欧台期跟摩台子的部分 欧台期交易时间就是从下午的一个 两点四十五分到凌晨的三点 或夏天是到四点 那摩台的部分它交易时间比较长 几乎涵盖到凌晨的一个两点的部分 但大家可以注意到 欧台子 欧台选择权的好处是什么 它是用台币计价的 对 没错 所以也就代表说你不用去烦恼 说你转换会不会转换成欧元 会有一个会差的一个差损 另外一部分欧台子的特性它是每天做一个结算的一个动作 也代表说它并没有办法让你流仓一个月去做避险的动作 它只是为了盘后的一个避险来做一个动作 所以我们回到刚刚内增的图表 才刚刚说如果国际有利空 然后呢 刚刚我们画的那个图表 如果国际有利空 我这边布空单 可是呢 隔天你就可以互相冲销 把手上的多单损失就可以减少 对不对 对 也就代表说因为你手上有多单 你晚上会担心嘛 你看到美股大跌困不去要怎么 赶快去欧台旗做一个放空的动作 补空单 你至少晚上安静睡觉嘛 明天早上自动冲销掉 你损失就盘中那样的一个损失而已 换句话说 我们台子旗的报价 跟欧台旗你所看到的报价 其实它的价格是一样的 对 但是大家要注意到欧台旗的一个特性的部分的话 你可以看到刚刚那张图表 目前来看的话 台子旗是大概全部的一个户头都有 法人跟散户都有 摩台旗的部分是以法人为主 那目前欧台旗的一个部分的话 还是以散户为主 所以也就可以看到说 它的报价的一个反应 就是利多跟利空的反应 都会在及时的一个反应出来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看欧台旗在盘后的一个报价 主要原因就是你可以看到 散户对于这个利多跟利空消息的一个反应 它到底是正面或是反面的一个解读 那么这边很快的跟大家看一下 比较特别的是在于说 如果以整个一个台子旗 欧台旗跟摩台旗的一个涨跌幅来看的话 台子旗还是一天正负7个百分点的涨跌停板 那摩台的部分的话 它最大可以到15个百分点的一个涨跌停板 它你知道吗 这7% 10% 15% 就是因为如果涨太多了 它会有一个冷静几分钟 冷静期 然后幅度会放大 对 它会中间停止交易之后 开放之后涨跌幅会扩大 但欧台旗它没有涨跌幅的一个限制 是哦 它没有涨跌幅限制 对 盘中没有涨跌幅的限制 也就代表说如果今天你在盘后盘 看到欧台旗有暴涨跟暴跌 而且带出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成交量 代表说明天的一个台股 会有一个很大的利空跟利多的一个反应 换句话说我们的期货市场 跟我们的我们的期货商品 跟我们的选择权 在欧台旗欧台选当中 它能够十足 甚至超过去反应多跟空了哦 对 所以我们昨天有专家有谈到说 两颗子弹的时候摩台子有一个反应嘛 那如果有欧台子的话 它直接就会把 可能我们因为两颗子弹事件 台股叠了两根跌停板嘛 一天它就可以反应完毕了 它可能就当那个跌14% 对 你就可以知道说 你的这个大盘可能它跌幅会跌到多少 达到一个满足点 所以这个当然就代表说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价格发现的一个功能 敏感度更高 然后价格发现 OK 所以我们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商品 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它的一个操作方法要怎么样做操作 你可以一般来讲 期货大概就三个一个功能嘛 避险 投机 不然就是做一个加差套利 那避险的部分我们以今天的盘式来看 你预期明天的盘式会再反弹 所以你尾盘留了一个多单 但是每股 晚上每股开盘的时候暴跌怎么办 就刚讲 如果暴跌的话怎么办 赶快去放空欧台子 去欧台子那边 布一口两口三口的空单 对 看你多单有几口就布几口的空单 那早盘开盘就自动松消掉 你的损失就是 对 减少你的损失 那如果第二点就今天下午反应的一个利多 台股反弹了 收盘你没有多单没有空单 你空手观望 但你盘后看到外资在期货跟现货 大幅度的翻多 就今天的一个尾盘的一个状况嘛 那也可以买进欧台子 多单 对 那早上开盘 如果是一个开高的话 你马上做一个获利了结 做一个隔日冲 你马上就可以获利的动作 那第三个部分 我们如果就价差的一个操作来看的话 你可以看到 如果说今天晚上美股是一个上涨的 那摩台涨了0.5个百分点 欧台子涨了0.7个百分点 代表欧台子涨了比较多 所以你可以去放空涨多的 买涨少的 那隔天开盘把这个欧台子买回来 摩台期空回去 你就可以锁到那个价差的一个套利 但是这两个商品 其实您在操作还是有一些的美感 刚刚汉伟有说 它是美金计价 它是台币计价 它现在摩台的价格 我们看一下摩台好不好 摩台的价格 它今天摩台值 你看它是328 近月合约 8月合约328 所以跟我们的台子期的 台子期它的报价是99098 它就是投资人 其实它还要多转好几个圈 才能够算回来 所以套利的交易其实不太容易 对 所以我们就直接用 它涨跌的百分比去计算 就不用去算它点数的一个差别 那你可以看到 既然欧台子有这样的一个功能的话 它对于整个外资的操作 会不会有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 欧台子目前来看 还是一个上涨的格局 我们刚刚提到 它是反映外资在盘后 有一些偏多的一个状况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为什么它涨看起来涨不太多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外资 我们刚刚有提到 借券金额相对是比较偏高的 今天122亿 而且它借券 今天借券主要的一个标的 都是很重量级的一个全资股 台积电 你可以看到台积电 鸿海中钢联电鸿基 是不是都今天盘中 强拉的一个股票 也就代表说外资 现阶段做的还是比较明显 两手的一个策略 所以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说 虽然欧台子现阶段 看起来它的反应还不错 但未来部分如果你看到说 外资还是在整个期货市场的布局 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关键 盘中整个一个期货的一个变化 还是会影响未来盘市的一个重点 好 感谢汉伟了 所以刚刚汉伟有提到 然后从种种的讯号他观察到 他觉得明天应该 您的结论是明天依旧是一个 横向震荡整理盘 不会大跌 但是小红不会大涨就对了 我觉得还是在一个打底的阶段 因为最近大家不管是散户法人 都有一些惊惊的 所以还是要让大家稳定一下心情 所以我们要看到未来所谓的一个 财经首长官员的一个谈话 会比较重要一点 他在帮韦泰预告 今天的金管会曾主委有说话 所以话要怎么解读呢 韦泰准备好了 可是我现在要先帮大家 告诉您就是那个胃盘 突然间的白尾收红两点 关键在哪里 台塑及塑化集团当中的台塑 强拉了1.9块钱台塑 然后呢 金控股当中的国泰金 有没有 收最高 还有赵峰金 全部都以最高点做的时候 换句话说 今天呢 白尾撑住行情的 能够不要再中错的 hold住拉尾盘的 是在塑化跟金控 两大类 赶快看外资今天的买抄 吓了一大跳 昨天外资卖比较多金控股 您自己算了一下 外资买超的前20名当中 多达14档金控股 所以今天金控塑化 它是撑住 hold住人气的关键 尾胎 对 目前可以观察到 刚刚所提到 就是在加权指数的部分 今天是拉出尾盘 而且留下很明显的一个下影线 拉谁 刚刚其实有提到 包括像是台塑四宝 台塑四宝今天其实整个盘中 几乎都是在红盘之上 台化台塑化都一样 对 没有错 但有人讲说 因为融化跟台塑是一个 有点半竞争的一个角色 所以其实如果融化出问题 当然有好到台塑 另外来讲就是说 除了台塑四宝之外 今天我观察到电信三雄 今天电信三雄 包括像中华电信远传 跟台湾大的部分 其实也是相对的稳盘 那还有像是金融股 刚刚瑞兰提到 像是富邦金 国泰金 还有包括像赵峰金 今天都是相对稳盘的一个角色 而且在尾盘也往上做拉高 尾泰塑迷说 才让我想到 昨天台北股市大跌 莫非政府最近真的有在互盘 昨天大跌188点 有没有互 八大关股行库 昨天买30亿 今天卖出来了 所以到底政府现在 对于行情的规划跟想法呢 有拉尾盘的标题 是他们政府买的是互盘的吗 曾主委今天又说话了 三大重点 字字都在暗示些什么 说明白哦 还要再说明白的是 糟糕 苹果 苹果跟我们关联性 是非常非常的高 今天中国大陆政府竟然说 日后的采购名单当中 不买苹果电脑 听你说好疲惫 只有我能体会 让两节少认 有了你们在一起 都在默默的守候 在你身边 有我来陪 期盼着你的快乐 我就满足了 还有什么 我能做的 什么 中华30野菜音乐会 活动开始报名咯 有水舞烟火音乐会 异国主题野餐 好看 好听 好好玩 快到三菱展示中心报名 Fighter杨带刚特试版 杨刚杜士兰 热血红brown 怎么快都很帅 三杨SYM 买第六代Fighter 送杨带刚限量彩绘安全帽 蓬蓬升级了 添加天然有机玫瑰金露 珍珠粉 让肌肤百里透红 超乎想象 我爱玫瑰 更爱蓬蓬 蓬蓬虾玉乳 Nife蓬蓬 您现在收看的是 前线百分百 The way you walk The way you smile You got the competition beat By my And when you kiss me Like you do Accord 进口新登场 入主独享 五年无限里程 全车延长保固 Coffee Time Magic Time City Café也可以和魔幻 买中杯City Café 即点送深情马戏团 小杯盘五茶组 魔幻里的City Café 旨在7-11 亦兰童万节 玉山卡有独享购票优惠 童万乐半天 就爱刷玉山卡 玉山银行 全新LS首席长轴版 极致之选 您现在收看的是 前线百分百 我回来了 因为家伙让世界听见我的歌声 伸出您的元首 许多肉是孩子 也会因为您的帮助 找到乌丑回来 阿翔 这拿去驾 阿爸常说 事业经营 一定要有好朋友 好信用 幸好有阳性银行 家业才能世代传承 财富才能逐步累积 Sunny Bank阳性银行 我从来没去过蔡陆阁 可是你可以吗 这我啊 老师好 来来 坐 谢谢 师母好不好 他呀 还想去泰鲁阁呢 刚好 我带了天地合补 葡萄糖安饮 他添加了珍贵的 龟鹿双宝 补充特别的胶质 你们一起保养 一起牵手走透透 天地合补 葡萄糖安饮 最真心的关怀 宋长辈 这个最好 不行不行 我心中的疑惑 还是要得先厘清 您看那个外资的买钞 刚刚广告前说 外资突然间又变了 20党当中买了14家的金控股 然后还不止中信金 国泰金 联发科 F中租中概的赵峰金控 以上所念的是外资买 投信也站在买方 同卖的我先报告过 华雅科TPK两党是在同卖的 薇泰啊 到底今天因为外资买回来了 八大光股行库啊 自大基金就不买股票了 最近到底有没有互盘股 我相信是有 我们请把刚刚那个字卡 就这一张 虽然说你看到 今天的一个关股行库啊 是小卖了2.88亿 但是从这个7月底来 你发现到 红棒的金额啊 都always比绿棒还在多 比较长啊 对 它是一个呈现一个 所谓买多卖少的一个格局 对 所以其实八大光股 也没有在互盘 我认为是有 那从9500点边跌 他们边买 是 对 所以其实它是把这个 所谓台北股市 下跌的这个幅度啊 去给它做一个 所谓踩萨射的动作 对 而且是可能是挑一些 比较特定的有全职 而且是 maybe未来有一些利多的一些 个股去进行一个 买超的一个情形 说到那个买 我在想 这样子一个动作 要不是长官有讲话 怎么敢动呢 在今天的门神 金管会曾主委又说话了 说了三句关键 它在暗示什么 第一个 外资持有台股37% 那几乎是超过三分之一的嘛 所以是台北股市 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也就是说 它这边可能是希望 未来大家在操作股票的时候 稍微关注一下 外资的一个动向 如果说外资 在最近假设 这个空单 刚刚还没有说 空单是持续的一个流仓 并没有说明显的减少的话 那么在操作上 可能要稍微谨慎一点点 今天还是净空单 不过空单 有回补比较多一点了 在今天 对 那第二个就是说看到 就是在接下来 它的外资 其实还是有持续汇入 所以其实在基本上 还是跟先前的看法一样 是属于审慎乐观的态度 连续汇入11个月是创始上最长的记录了 是的 那么在整个亚洲股市当中 它去做一个比较 到7月底为止台北股市是上涨了9.07% 是比这个香港跟大陆来的 还要再高一点点 所以其实它是看好 接下来这个台北股市的一个 基本上体质 还算相对的比较健全一点点 那至于大家比较关心的 记得也是来问 就是说在外资报告的一个部分 因为其实回到刚刚的第一点 外资其实目前来讲 是持有台北股市37% 所以其实外资确实是一个 所谓的一个 所以我们在外资报的